2017年的12月20日 也就是去年的今天37岁的罗希基 在母对布拉格斯巴达殷商宣布退役 他承认自己还想踢 只是身体不允许他这么做了半年后 罗希基的告别赛 在家乡布拉格举行这场温情卖卖 满是情怀的比赛 对阵双方是杰克明星队和世界明星队 杰克明星队由切克、波伯斯基、杨克勒 巴罗什等昔日罗希基的国家队队友组成 当年 罗希基正是杰克黄金一代的成员 在2004欧珠倍上 杰克一举打进了半决赛 但最终在半决赛中 0比1不敌希腊 世界明星队由莱曼、吉布斯、萨尼亚、法布雷加斯 赫莱布、贝纳勇、弗拉米尼、亚历山大宋、范佩西、德德、沙辛等 昔日罗希基在阿森纳、多特蒙德的队友组成 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友 如今再次相逢 罗希基代表这两支球队 各踢了半场比赛 最终 杰克明星队5比2取胜 杨克勒没开二度八罗时 范佩西 也都取得进球罗希基 为杰克明星队打进一个点球 并表演了一次外脚背助攻 是的 哪怕被很多人誉为永远的小将 罗希基依然也会老去 但在所有枪迷的心中 罗希基永远都是那个外脚背 能拉小七琴的艺术家 他是真正的大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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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